我是黄诗玲来自马六甲 今天我想与你分享一个故事 一修与二修和尚的故事 从前有两座山 一座山住着一修和尚 另一座山住着二修和尚 山上没有水 所以一修和二修和尚都必须下山挑水 很快的两人便成为了好朋友 某一天当二修和尚下山挑水的时候 发现一修竟然没有出现 于是便想他可能生病了 第二天二修和尚去挑水的时候 一修还是没有出现 于是他有点担心一修 决定上山去探望一修 到了山上 二修发现一修正在大树下 打太极 二修便问一修 哎一修 你没有下山去挑水 你有水喝吗 一修连忙回答 有啊有啊 我已经挖好了一口井 所以以后我就不再下山去挑水了 井水源源不绝的 三年以来 我去挑水回来以后 一有空闲的时间我就去挖井 现在一修 再也不需要下山去挑水 而二修依然不能够休息 还是要下山去挑水 请问你目前的收入状况 是挑水还是挖井呢 趁现在有时间 赶紧为自己打造一个持续性的被动收入 若你想知道更多 可以联系我 我可以提供更多的资讯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